最新统计显示 自3月份新冠大流行以来 在加州机场内有130多名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的工作人员染疫 其中超过半数发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LAX内 随着全美新冠确诊病例飙升 以及年底假期到来空中运输需求明显增加 当局要保护机场TSA工作人员 免受新冠病毒威胁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运输安全局在全国各机场加装透明亚克力玻璃 要求员工佩戴口罩和手套 加强身份识别技术 并修正安检程序以降低员工与旅客之间的接触 然而截至11月3日 全国共有2425名TSA员工的新冠检测为阳性 其中并有8人死亡 其中截至11月3日 LAX共有73例确诊 包括67名筛查人员 自从春季封城以来 美国民众的空中旅行需求逐渐增加 目前全美TSA检查哨的每日客流量 大约在60万到100万人之间 光是LAX在2020年的前9个月 就有1140万名旅客离境 MING PAO CANADA